与新近公布了超过2000份的解密档案 在其中一份有关外星人1947年 曾经降落在美国的备忘录 格外的受到人们的关注 此份新近解密备忘录显示 美国知名的1947年飞碟坠毁事件 可能确有歧视 备忘录指出 外星人曾于1950年前 降落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罗斯威尔市 让我们先来回溯一下整个事件 1947年7月5日晚 美国罗兹威尔市一名农场主 听到自家农场上发生剧烈爆炸 第二天 他从农场上捡到许多特殊的金属碎片 并交给了警方 8号 美国军方在爆炸现场附近 发现了炸毁的碟状飞行器 不过美国政府很快出面 封锁了此消息 称飞碟只是气象气球 罗兹威尔事件就此沉迷 它这个对应的 其实是1947年的所谓的罗兹威尔事件 那么罗兹威尔事件 在整个UFO研究室上 是一个特别重要里程碑式的一个事 这份呈报给当时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备忘录 由负责华盛顿办事处的特工 古伊霍特尔执笔 写于1950年 该备忘录以飞碟为主题 指出空军调查人员告诉他 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 发现三个所谓的碟形飞行物 飞碟成圆形 中间凸起 直径约15米 每个飞碟内有三个 类似人形的尸体 但高度约90厘米 每人穿着质地精细贴身的金属衣 感兴趣的公众可以通过登陆 美国联邦调查局 在线公共档案阅览式的数据库 进行访问搜索 与此份备忘录同时揭秘的机密文件 还包括玛丽联盟录的部分 未曾公开的照片 和部分911事件的调查记录等 之前 也行 从来 雨